再来第三小题呢 是时间为30秒时候的顺时速度的量值 以及顺时速率是多少 那所谓的顺时速度 就是时间极短的平均速度 它其实就是平均速度 只不过Δt的部分 它的分母这个时间是很短的 那这个跟时间长的平均速度有什么差异呢 那差异就是在它比较可以真正表示物体的运动 那举一个例子来说 像第一小题我们算出来答案平均速度是0.6 代表这个0.6代表说它是向东 然后每秒0.6公尺 因为向东为正 但是它过程中其实是有向C的啊 其实是有向C的 那我们单纯只看全程的平均速度 是看不出来它向C的运动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怎么样比较好的去描述它真正的运动呢 那我们就会把时间取短一点 把时间取短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整段 怎么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切成每一个小时刻 来看它的速度 那每一个小时刻 它所 每一个小时刻它的速度 就是叫做顺时速度啊 那顺时速度不一定会跟平均速度一样 举个例来说 就是像题目这样子 它走的全程之后 它的速度是正的0.6 但实际上它却是有往负的方向去走的 那或者另外一个例子是 我们都可能有跑过100公尺赛跑 那假如说你100公尺赛跑呢 跑100公尺 那你花了20秒 20秒比较好算 那你算出来的平均速度呢 就会是100公尺除以20秒 结果是每秒5公尺 可是你是 每一秒每一个瞬间都是每秒5公尺吗 通常不是嘛 通常是一开始比较快 后来比较慢 一开始你可能是每秒10公尺 到了最后快要到终点的时候没力了 所以变成每秒可能一两公尺 三公尺这样子 那你单纯的只看每秒5公尺 这个全程的平均速度 是看不出你瞬间的 每一个瞬间的运动 所以我们如果把时间取得短一点 比如说我只取一秒 来看我一秒内走的多远 或者我只取0.01秒 来看我0.01秒走的多远 那这种概念就叫做 顺时速度 那顺时速度怎么算呢 我们又不知道说 这个小龙 它是不是有改变它的速度 它在走10到40秒的期间 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它是问 10到40秒的期间嘛 那我们怎么知道 10到40秒的期间 它有没有互快互慢呢 我们怎么知道 它10到40秒的期间 它的每一个瞬间的速度呢 其实可以的 因为题目有告诉我们一个 很关键的条件 它是等数运动 从10到40秒期间 它是等数运动 所谓的等数运动 意思就是 时时刻刻的速度都相等 等数运动就是 时时刻刻速度都相等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每一个瞬间的 顺时速度了 等数运动时 平均速度就会跟 顺时速度是一样的 因为它每一个瞬间 速度都一样 那平均起来也一样 就好像大家都考 80分 班上40位同学 大家都考80分 那平均分数也会是80分 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呢 我们只要算0到40秒的平均速度 就可以知道这题的答案 那0到40秒的位移是多少 我们这里用一个技巧来标示 40秒时候的位置写成x40 10秒时候的位置写成x10 底下的经过时间呢 是从10到40秒 所以经过时间是30秒 那在40秒时候 它是在哪个位置 在60 在10秒时候的位置 是在-30 那注意这里是60减掉 -30 所以会变正的90 再去除上经过时间30秒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90除以30是3 所以它的顺时速度呢 就跟全程的平均速度一样 就是3 我说的全程是10到40秒 好 那第二小题 第二小格 顺时速率呢 那同样的 类似的 所谓的顺时速度 是时间极短的平均速度 那顺时速率呢 就是时间极短的平均速率 那我们这里要跟各位介绍一个概念就是 顺时速度一定就会等于顺时速率 顺时速度 精确一点是 顺时速度的量值 必定会等于平均速率 不对 是顺时速率才对 顺时速度的量值 必等于顺时速率 那为什么呢 因为来不及转向 在时间非常非常短的时候呢 物体只能走直线运动 物体只能走直线运动的话呢 那我们的路径长 路程 就会跟位移是一样大的 位移 丢下格式 就会等于丢下L 这是来不及转向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那通常在时间极短的时候 非常一瞬间 0.0001秒 你要几个零都可以 在非常非常短的瞬间呢 物体走的路径是直线 那既然是走直线的话 位移的大小 就跟路径长 路程一样 那我们的速度 就会跟速率一样 所以在瞬间的时候 它的速度大小 速度的量值 一定会等于顺时的速率 所以第二小题 答案也是3 第二小格答案也是3 所以VS 在10到40秒 在30秒瞬间 它的顺时速率 也是3 所以这就是一个 复习 复习所谓的平均速度 平均速率 以及顺时速度 顺时速率 正常是3 5 4 7 6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